这个就是with到endwith 所以这个 那你会想说 最关键的地方 其实就是这个 for回圈 把for回圈的东西搬到里面 OK 其实底下会有这么多东西 其实你暂时不用管它 反正是录制的 不过我说真的 里面其实只要留下三行就可以了 其他很多东西不需要了 但目前我们先不用讲这个 因为这个我想 至少你可以把它抓下来 没有问题 那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就是 需要更改什么呢 这个 这个1的值 那1的话我们逻辑这样 如果它这个工作表里面 假如完全空白的情况下 那我就等于1 那如果它不是空白了 已经有放东西进来的话 那我就向下追踪 所以向下追踪 我们之前讲过 有没有 range从A1向下追踪 追踪之后的值把它加1 那写的方法 基本上就是一个逻辑判断 所以慢慢各位要习惯 其实 讲来讲去都是 第一个回圈 第二个逻辑 逻辑怎么写呢 一样 if if什么呢 我如果要判断里面是空的 range 所以拿一个储存格 我的习惯是 最简单的写法 就是我判断什么呢 判断这个A1储存格里面 假如是空的 就这样写就好了 那 zen enter两下 我习惯先把else 反之 end if先打完 如果它里面 等于空的表示第一次 第一次的话 我多一个变数叫r 实际上它要放在哪一列的意思 那等于1 反之的话呢 如果它因为已经下载第一次的话 那这个里面就会有东西了 那就不会跑这边了 而会跑下面 那下面的话就是什么 r 就会等于向下追踪 到的那个位置加1 那向下追踪的话 我们可以 一样我们前面讲过 就是 从那个A1向下追踪 所以呢 我们这边可以 从A1向下 就还记得吧 点end 这个非常重要 我前面讲过 end 刮斧 向下的话 xl 追踪到的列 就是列 列就属性嘛 OK 我刚刚讲过 就是把里面的值 帮我抓到这边来 比如说31 但是我们要让它往下一个 所以就加1就可以 那意思是说 帮我从32列开始放 OK 如果你中间 中间再插一个空白列的话 你其实可以把它加2 加2的话 就是中间会多一个空白列 OK 应该可以懂那个逻辑了 我们先不要空白列 我们先就加1 那再来的话 就是把这个r怎么样 放到这个1里面去 那串的方法 因为它刚好在最边边 所以串的方法很简单 你就把它删掉 你就不用呢 就是两个end 其实就一边就可以了 end 加一个r就可以了 特别是哦 这边就这样就好了 不过这个也是同学 比较会有障碍 因为同学 因为我们之前都是背口瘸 那背口瘸的话就是这样 就是我们就是把它删掉 把这个删掉 然后呢 两个双引号 然后移到中间 end两个 移到中间加一个i 然后把它空白 加一个r 这应该是r 那有同学说 我刚刚其实只要打这样就好了 那你想说老师那这边要不要 其实你end空 end空的干嘛 多的嘛 因为旁边没有东西啊 所以你就不需要 所以直接的endr就可以了 这个地方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 应该可以了解这意思啊 好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写完了 也就是如果当它是空的 那它就帮我放第一列 反之的话呢 就帮我放往下追踪 我拿来试一下 所以这个地方我这边设中断点 这边也设一个中断点 先让它停一下 不然程式一跑完 全部就ok了 然后把它执行一下 好 这个时候的话呢 因为这个a1里面是空的 所以它这个时候r等于1 那它就帮我下载到哪里呢 下载到a1的地方 ok a1 好 像这样有了 对不对 end with next nest这个时候因为a1里面有东西 有日期这两个字 所以呢 它就不会跑r等于1 它会跑else else的话呢 就是这样 它追踪到目前是31 所以把31再加上1 就是32 所以r等于32 意思就是说呢 帮我抓下来之后的话 不要再放在a1 而是帮我放到哪里呢 放到这个 往下放 所以这边的话呢 当然我们就直接让它跑一下 那你会发现哦 跑完 有没有 这边又多一个了 那再来的话呢 r又跑这边 这个时候的话呢 向下追踪 就变成62 62再加上1 再丢给这个r 所以一直在一推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一个一个全部 所以这边的话我把它跑完好了 全部跑完 OK 好 你会发现它就一个一个配局 不不不不不 然后一直往下放一直往下放 哎 就可以做出我们要的效果了 但是 但是可能要跑一下下来 因为54个配局哦 它会一直去网路上去抓东西 那抓下来之后你会发现啊 当然这宽度可以把它调一下 这宽度哦 那这样的话你会发现呢 它会把历年来的这个资料呢 全部都抓下来 那我们就完成了抓取的这个任务了 但是其实这边当然还没有结束 为什么呢 因为还要做至少会有几个动作 第一个就是我刚刚讲的 栏宽要让它调整 对不对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每一个 其实开头地方有就好了 但你会发现哦 因为抓的时候 它每一个表格呢 开头都会有栏位名称 那怎么办 那就要把它删掉啊 那可是你要怎么把它删掉 特别最后就是哦 写一个反向回圈 底下 刚刚讲的哦 接下来就是啊 把它删除掉 所以我写一个反向回圈 把它删除 再来最后需要做什么呢 因为这个资料下载下来的话 它的B栏里面有六个号码 六个号码 它把它放在同一个处存 所以怎么办呢 你必须把它切开来 所以最后我用 切开来 当然你可以写VBA 如果你没有写VBA的话 你可以用什么 用资料里面的资料剖析 就可以把它剖开来 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啦 后面延伸的哦 我想我大概demo一下 其他的话呢 给各位回去哦 自己再弄一下 所以这边的话 我就是把这个 这是删除多余的列 然后呢 资料剖析 我是用录的 我已经把它录好了 录的方法其实就是 把这边先选取起来 然后利用逗点的部分 剖开来 再把这个 这个B栏把它删掉 所以录下来的话 就是这一段 OK 然后就把它贴到这边来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基本上完成 那我可以把这个删除列 这边前面你可以 再加一个call call什么呢 call这个删除列 意思就是说 里面有多余的栏位名称 我把它删掉 然后呢 再去call什么呢 call这个资料剖析 好 最后的话呢 那个栏宽有没有 刚刚栏宽不足嘛 所以你最后如果栏宽 要把它调成 就是自动调成栏宽的话 其实你就记得一个物件 叫栏宽嘛 栏的物件叫column C-O-L-U-M-N-S 因为很多column 什么呢 它有个方法叫autofit 有没有 其实顾名思义 自动调栏宽 意思是说 请你帮我把栏宽 全部调整一下 OK 那这样的话呢 基本上我们就完成了 所以刚刚我们主要是加个回圈 然后判断一下 要放哪一个位置 列的哪一个位置 然后并且呢 删除多余的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然后最后的话呢 帮我把这个 用资料剖析剖开来 然后最后把这一栏删掉 所以我们来试一下 这个是最后的final的结果 不过这个我把它射中断点一下 然后跑一下 一全部跑下抓下来了 二的话呢 就删除不要的列 我的事业 开跑一下 然后 这个城市其实云端上都有了 所以如果要复习的话 我这边都有 这个删除列的原理 基本上就是 我从后面 反向删除 从最下面往上删 为什么你 老师你为什么不从上面往下删 因为如果你从上面往下删的话 你会 所以它会往上 上面删的下面就往上递 所以位置会乱掉 但如果你由下往上删的话 它不会递 反正一直往上就对了 所以删除列 我刚好是反向回圈 反向回圈会多一个step-1 负1是越来越少的意思 预设是越来越多 OK 那这边的话我是判断什么 如果它A栏里面是日期的话 把这一列删掉 它就一直删 所以这边已经抓下来了 那怎么去删呢 我刚刚讲过 从上往下删 它就一直找一直找 找到哪一个呢 我们来跑一下 这个时候呢 它已经找到 1644 所以它这边的话呢 找到1644列这边 会有一个日期 找到了 然后呢 它会找到之后的话呢 并且帮我删掉这一列 删掉的话呢 你们要多学一个物件 叫Rose 刚刚是Colins 列的话就Colins 一定是复数 那哪一列要删的话 你就是这一列 找到了这一列 后面加一个Delete 它就会怎么样 帮你把这一列删掉 我们来试一下 F8 删掉了 OK 那再来它就一直往 因为呢 1644删完 它递捕 可是我一直往前推进 所以不会影响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把它全部跑完 那就全部删完 删完之后的话呢 再来就是资料剖析 剖析的话呢 基本上呢 我就是按照 所以上面我有注解 基本上呢 就是把这边的东西 先什么 先加1到6的号码 OK 所以基本上我是1到6先加 然后呢 再来就是 把这个选取 选取之后做什么呢 做资料里面一个资料剖析 那剖析根据逗点 它就想帮我剖过来 有没有 有没有发现 这边剖到这边来了 然后这一栏多余的 所以把这一栏 哪一栏呢 B栏删掉 B栏怎么删呢 Columns B有没有 就可以delete 其实如果你不写这样 你其实可以写这样2 这样也可以啦 两个方法 OK 那你就把这一栏删掉 最后的话呢 就把Columns 自动调整栏宽的话 就是Columns 点AutoFits 这样的话呢 就自动调整一下 大功告成 不过可能细节还蛮多的啦 所以因为我们时间没那么多 所以我就大概 把它先run一下 至于呢 这些程式 请各位回去 也许再做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OK 那这个的话呢 因为刚好上个礼拜 同学刚好问到 就是如何从 用VBA去抓取网络资料 最简单的方法 其实就是用这个方法 你们其实工作里面 如果有刚好会需要 从网络上捞资料的话 你可以利用这个方法 但是这个方法 会有一些限制 就是说 第一个 它一定要是表格 它如果不是表格 很抱歉 那这一招 可能就不适合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如果 配取上面网址 你要看得到它是哪一个 哪一个页面 所以你可能要先 先观察一下 如果它符合类似的状况 那你就可以利用 类似的方法 把资料给抓下来 抓下来之后的话 其实我们主要目的是 要统计 大乐透 历年来 哪一个号码 开出来的几率 最高 其实如果你资料都抓下来 统计的方法 就上礼拜讲了 很快 我记得好像 我之前就统计过了 你这样的话呢 你的 你的那个 你的那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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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ta越大的话 相对的你的精确度 越接近 那个可能 会中奖的号码 也许可以 当然可以参考了 我想这个部分的话 那 这个乐透云里面的号码 其实也是蛮完整的 它基本上就是从 我看好像2004年吧 到2019年的所有号码 它好像都收入了 所以刚好是从那个 大乐透开办 就是2004年的 1月5号开始 它就是把资料 把它放在网路上 那我们要的结果实际上 就是 把这个东西全部都捞下来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 glued